竞争很激烈 但是大家都是君子之争 而且呢大家都是守法的 大家没有你看不到抹黑 你这样摔脚呢 想看这些笑话的人呢就失望了 但是看激烈的选手的竞争呢 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你看我们自己每一位都非常紧张 这个也说明优质的民主 它是竞争是激烈的 但是它是光明 它是合法 而且呢是得到市民认可的优质民主的 我觉得今次选举呢 确实真的是五光十色 各个界别呢 都很多不同的候选人 选择很多 还有呢大家对今次选举呢都很积极 对市民都是 比过往呢 是那个加深度加强度呢 我觉得是有提升的 我觉得是一个新开拓 新开始 我们能够在新时代新制度下 去拥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选举呢 我觉得应该要对这个制度呢有信心 对我们莫民族 对我们国家呢 对我们的选举呢都要有信心 从这次这个候选人的参选情况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来自各个界别 各个群体 现在各个年龄层都有 所以说呢新的一届立法会 我相信也是会更好的传递出 全民的一个声音 现在各个专业 各个界别 各个年龄层次的一个声音 为香港的未来呢 现在一个更好的一个序幕 商界的朋友 社福界的朋友 或者年轻人 或者年长人 都有不同的机会 那我们觉得这个真真正正 好像我们夏宝龙主任讲的五光十色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人 完全不需要受西方的选举制度的限制去影响 我们自己为香港朋友福祉 为香港最好的制度去做一个选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